Hello 大家好 我是母仔 後面身後這一架 這一架這一架 相傳有一條小朋友 在深水埗派遣 那個就是幣度 剛才我看直播 他被人押回來 手車 然後我看到直播 我自己八卦過來看 剛才我見到有龍心 我特意過來拿著花生 就是我們金之龍出品的花生 打算過來看電影的 但是來到 除了街坊之外 什麼都見不到 真的很失望令到我 這件派錢的事好像都牽涉了明哥 明哥就是深水埗北河同行的 善長人翁 他是慈善的 幣少說不派錢就派飯卷 但是明哥澄清了 從來沒有找過明哥 所以我特意過來了解一下事情 但現在發覺什麼人都沒有 龍心又見不到 幣少也見不到 我五仔和金之龍的花生 如果下次來到 金之龍沒有花生 我特意過來湊熱鬧 其實 情況 看看 很洶湧 大家可能沒見過 這麼古靈精怪的車 不知他這些車的喉響 會很大聲的 那些 我想他也是的 那個人這麼囂張 通常做些東西出來 都是蛙眾取蟲 我猜 不知道是不是 究竟這件事好不好 我覺得有一點影響公眾积聚 我生氣的 他又不來宇宙街派 宇宙街我接到 他真的在這裡派 我接不到 還有派100元 實在太孤寒了 那裡大概 我猜都是只有十幾二十萬 唉 這麼少錢 就沒人在這裡裝 咦 我原來看直播 看到龍心龍心去哪裡 我特意去找他 原來他不知道 又被人捉在哪裡 唉 真可惡 今天的報導 差不多是這麼多 很多街坊 在看我 在播 不知道以為看到誰 大家記住 這一邊 就可能有錢派 但我那邊 就派 開心快樂 知道嗎 好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大家繼續支持金之龍 大家不要支持這些行為 會妖亂公眾秩序 但是 如果大家見到這些行為的時候 記住通知我 哪裏有錢派 知道嗎 因為我如果支持了 就 就好吃虧了 好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